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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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相親各位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美國洛杉磯千之鋒電視平台 現在你說看的是千鋒政治台台橋開講 今天是台橋 今天跟各位聊什麼的問題 就是聊這個問題 我背一下 因为我讲这个从来不用字幕记的 所以我必须要背一下 马英九接受德国民进周刊的访问 这个谈到哪 这个国际知名的媒体问说 台湾在经济上跟中国关系 越来越紧密 是否最终无可避免台湾会与中国统一 甚至最快将在马的第二任期内发生 对这个国人经常提出的这个疑问 这个马英九接受德国民进周刊访问 他是绕来绕去 但是最后他还是说出他的这个 终极统一信仰 他说就是这里面 不同就是他任内不谈统一 这里面跟各位讨论这句话很奇怪 假如这个网络上这个报导是没有错的话 他是这样讲的 他说我们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 台湾人民才能根据我们的宪法 对台湾的未来做出决定 我看到这句话 我觉得莫名其妙 第一个我们虽然不承认中华民国还存在 因为中华民国早就灭亡 这大家都很清楚的事情 现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不是以前的中华民国 一件事被改了改了 蒋介石刚到台湾的时候的国号 是叫做自由中国 不是叫台湾不是中华民国 叫自由中国 那后来才把国号又再改成中华民国 因为李中仁那时候已经完蛋了 所以李中仁最后任大总统 中华民国最后任大总统 李中仁走了以后呢 那时候中华民国已经消灭掉了 所以他才把中华民国再拿来用 所以马英九说台湾人民才能根据我们的宪法 奇怪啦 那我们是指谁 假如今天胡锦涛说 台湾人民根据我们的宪法 对台湾的未来做出决定 假如这样讲的话也很像 所以马英九讲话跟中国共产党人讲话 有什么差别呢 我们的宪法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还是他心目中的中华民国宪法 真的搞不懂 那假如是讲台湾的话 现在假如中华民国存在的话 那台湾人民不是在中华民国的阴影下生活吗 这种情况下生活为什么要用 根据我们的宪法台湾人民 台湾人民才能根据我们的宪法 他显得把我们的宪法跟台湾人民是分开的 这样子我觉得就提供了台湾建国的最好理由啦 你这个中华民国 你这个盗用中华民国的宪法 来在台湾这边招摇撞骗那么五十多年 那最后呢台湾人民要不要根据你的宪法 他们当然有权利不要根据你的宪法嘛 对不对 你这个宪法算什么嘛 台湾人民可以弄一个自己台湾共和国的宪法 为什么要根据你们的宪法 马英九 你讲这句话不是就最好的理由说 你们是你们我们是我们吗 所以台湾人民在中华民国这个阴影下 选出这种总统已经是倒霉了 所以2012年呢我们要加油了 这个马英九在当选的话 台湾人民就根据他们的宪法了 这怪事啊 好今天我们还请了一位 一个王律师啊 他以前是马肖后援会的会长啊 是马肖总统后援会的会长啊 后来他现在他跟我说 2012年马英九根本没有资格去选举总统 从一个后援会的会长的身份 变成现在反对马英九去竞选 他认为马英九这个人啊 这是讲话不诚实 所有坏的东西通通在他身上 所以他不认同他有资格 后援会会长他做了那么多事情 他反而现在反对马英九 这里面一定有他自己所要表达的故事 我们陆陆续续播给各位来参考 这是绝对是独家报导 所以请大家期待 我们下次再会 谢谢大家 霸卫